我们在四季末出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九世弹的声音就在这里 早晚安 为身处这一时段的你带来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到四季末的酒 我是易学 我是白安 耶 为什么录音又开始了 怎么你是想要马上去打游戏 就像我们最近上传的那个影片一样吗 对 就我们今天已经是 今天下午不知道几点的时候才说 我们今天录音的主题还没有定 对耶 我们还没有定 就嗯 好 反正就是 定完主题之后呢 我们打完稿了 但我们到刚刚录音前的30秒钟 都还在讨论那个很肥宅的话题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很肥宅的主题 没有啦 但也没有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今天以为还是认真的主题是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算认真吧 相对 算吗 相对 相对什么来说 相对肥宅的部分 OK 好啦 今天要录什么认真的话题呢 我们今天要录的主题是我们的经验坛 关于重修的经验 登登登登 耶 飞剧的故事 耶 听起来好难过 是啊 是很难过 花钱的故事呢 对 说的也是 其实蛮难过 对耶 花钱得到痛苦 对 那你要班要先讲还是我先讲 哦 我的故事可能比你多哦 对 这应该是少数我可以讲的东西很少的主题 那你先讲好了 好 就是我们来讲重修 就是我其实只有在高中有重修过一次数学 嗯 对 我在想到那时候被那个就是学习成绩只有41分 我补考占有过 好感人 就是那个一年级那个地狱的那次 你这样讲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不懂啊 就是我们高一 我高一高三也是 就是有一个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数学老师 然后他当时就很情绪化的表示 好像是大家有一次没教作业还怎么样 他就说大家平时分数就只有什么个位数啊 对就是不会超过10分 对就很任性的这么说 然后我那一次的分数是 我的平时成绩是9分 但是我最后总成绩是41分 就是40分到59分是可以去补考的 嗯 然后39就是要直接重修的那种 然后我那时候是刚好有去补考 然后因为我那学期的数学还不错 所以我补考过就没事 但是我二年级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人已经开始变成社会主的形状了 就是数学真的不行了 所以我二年级就有重修过一次 应该是二年级吧还是三上啊 不对应该不是三上 应该没有 应该是二下的时候 我印象中啊 就是有去重修过一次数学 而且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很丢脸 但现在我可能觉得早上就叫爸妈付钱了嘛 哈哈哈哈 因为那时候我就没有让家里知道 所以是我自己付的那个重修费 好像快一千块是不是 应该可能是 忘记了 对 然后而且那时候遇到老师 嗯 怎么 你先你先 我说太久了 我说太久了 对啊 反正就是大概 我记得是 以那个时候以高中生来说是 不小的数目 的那个心情 我那时候好像拿红包钱去付 可以理解 对 然后而且那时候遇到老师刚好就是号称 就我们学校三大凶狠的数学老师 其实我忘记是不是这个称号 但是我只要有个三大什么什么东西的 你有印象吗 嗯 嗯 没有 没有在在艺术学老师 反正就是那三个 然后三个里面就有个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非常垃圾的老师 就是 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的有一集 那个垃圾老师的那一集 那他占了很大的篇幅 对 欢迎大家去收听那一集 而且我那时候还分得上下 对不对 对 而且我问你说就是 那个所谓三大凶狠的数学老师 我觉得其实只有我们那个数学老师 他有问题 就另外两个 其实教的蛮好的 因为我都上过来的课 对 就只有我们那个有问题 生气 我要讲就是 因为我在重修的时候 就是上到这三大里面的 另外两个的其中一个 就不是那个垃圾的课 是其中一个别老师的课 嗯 对 然后就认真说 就我一开始就是 因为其实 就是尤其是那时候对 那个时候的垃圾的印象 就觉得说天哪 老师会很凶很难相处啊 什么就天哪 啊上数学怎么那么烦 就是对数学就是 啊为什么上数学 就是那种心情 就发现 可以理解 老师人超好 嗯 就他是 很严厉的人 但是他是很严厉的好人 他是严厉的好老师 对严厉的好老师 你可以接受他的严厉 很会教的 严厉的好老师 就是给他教 他不会让你不敢去问问题 对 这我就觉得很重要 对 我们那个数学老师 他没有让你问问题的 对他就是会有一种就是 他就是会让你问问题啦 他会让他喜欢的学生问问题 也是啦 对 也是啦 对 这样子可以理解 对 对 对啊 就是因为那个老师 就是他是严厉的老师 他人很好 然后又很会教书 所以他算教得很快 可是其实很好懂 嗯 就真的说其实我的逻辑也没有很差 我真的是 我也是很看老师的那种 就是我二三年级英文很差 是因为我很讨厌英文老师 对我也是很看老师的那种 对 所以就对我来说 我那时候就是上他的课程 天哪 我怎么平常不是他教啊 天哪 的那种心情 然后就是 没那个运 对 而且因为重修 我记得好像要上四个礼拜 然后一次好像是上 一个礼拜好像是上不到几个小时 反正就是要上某要上到一定时间的课程 就是才可以 然后就会考试 考完试就有过就过这样 那因为这个老师他就教很快 其实进度也有超前 然后他就提前了一周考试 然后老师就考完试之后 老师现场改完就说 好就到这里 下礼拜不要来上课了 超free的 有种大学的感觉 真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少上一个礼拜 然后而且因为大礼基本上都通过了 然后我认真说啦 整个重修痛苦的部分只有钱包 其他都很快乐 嗯 没那个勇气 但是你二三年级的数学老师也不错啦 至少不是全部都是你年纪的一个 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是因为我 那时候去参加了那个什么 日本教育旅行 反正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奥课 然后我发现没有上奥课 你真的后面就接不下去了 对 我那时候好像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原因 就变成说我后来大概第二次段考开始的数学就很烂 因为我接不下去 我没有办法赶得上那个进度 嗯 对 但其实其他都还好 嗯 对 然后这就是我唯一一次重修过的经验 没错 谢谢医学的分享 除了这次重修之外 都是社会期望的好学生 没有其他的经验 有去补考啦 只有补考而已 可是我记得我三年以下学期的数学好像也没过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学分够 所以我就没有去重修了 哦 因为高中不用全部都过了 好像三下的可以有一两个不用 哦 但为什么很多人体育一定要 暑假回去重修啊 因为是游泳吧 游泳没过的问题吧 对 我不懂啊 就是游泳那么重要嘛 对比很多东西来讲 我不知道 满意过的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学校的神秘的规则 那医学分享了他的重修之后呢 就来换我这个 经验有点多的人来分享 哦 god 好啦我 我高中的时候呢 我也是数学重修 然后我不确定我是重修两年还三年 因为我三年都是同一个数学老师 那个地域 对 第一活动的部分 然后我的英文 因为我英文其实一直都不好 从我国小对英文有一次 算是心理创伤之后 就一直很排斥英文 所以到算 可以说是出生会之后才认真接触英文 在这之间我的英文都很烂 所以那时候我是有 重考 但我重考都有过 就是我烂的程度 就是在重考可以过的那个范围 就是不用到重修 对对对 那但是数学呢 我得说 sorry 我觉得当时的我是真的就是太过年轻 就是太过年轻 然后就超讨厌老师到我完全排斥这门课 而且其实在上高中之前 其实甚至高中的时候 我的数学都不烂 虽然我从学我两年还三年 但我的不烂的程度是 就是虽然我成绩很烂 但是班上会有人来问我数学问题 就 是个很吊诡的事情 就是大家会把 因为我很擅长 我的逻辑算 我觉得可能有中上 就是蛮蛮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解答放在我面前 我可以讲解给大家听 但是我考试就是不爽考 就是看得一无解答 对我看得一无解答 我可以讲得很好 而且其实给我 就是给我那个公式 然后让我去推演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虽然我不太念数学 但是我后来大考的时候 也都平均分以上 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很可怜 我都不敢跟班上成绩好的人讲 就是我的数学成绩 因为他们真的很认真 他们会受到伤害了 对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有一个很认真人就问我说 你跟我讲 我不会生气 我就说 可是我觉得不太好 他说我真的不会生气 我讲说他就生气了 骗我 可恶 对反正结论就是 其实我数学 其实可以不错 但是我真的 不想为了 就是我只看到他的脸 我就不想考试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 可以说是完全当了我 应该有三年的数学 然后我都有去重修 结果重修的时候 也是遇到了 刚刚艺术有讲到 我们那个 全校所谓三大很凶狠的数学老师的 另外两个的课我都上过 还是两个都遇过 他们真的 毕竟我重修了很多 而且我不知道要不要感谢 就是那个垃圾老师 没有来接重修 我不知道感谢的部分是 如果他来接重修 我应该就不用补考跟重修了 我会为了避免在他身上花钱 而努力的去考试 但是你知道他没接 我又在重修的地方 遇到好老师重新讲一次数学 所以我不确定这个权衡之下 谁立谁病你知道吗 很难选择 很难说 对吧 但是你以为 这样我应该会选学重修了 还是给其他人重新教一次比较好是吧 对 可以理解 反正我后来都给另外那两个很凶 对为什么都是很凶的数学老师啊 明明有这么多数学老师 却偏偏就是那两个人在论 我觉得他们感觉就比较会接这个吧 因为那个也不是每个老师都想要做 就是你还要多花时间来上课 对啊 他也比较有热忱的感觉 教学热忱的部分 难怪那个垃圾老师不接啊 教学热忱的部分 真相真相 真的 好啦反正后来就是上课 然后就没问题 就对就本来就不该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考试就过 就结束了这样子 我就觉得嗯对不起了那些钱 对不起 但是他过去让我遇到了好的数学老师啊 虽然我们的交流不深 但这算是好的正面的部分这样子 好啦那高中我从修的部分就是数学 不知道修了两年还三年的数学 然后大学的部分呢 我大学从修的有两门课 一门是英文 然后一门是程式设计 那我们就按照年级来慢慢讲过去好了 时间顺序 我大一的时候 医学应该也是你们大一要必修英文吗 没有我是日文 哦居然 但我很开心就是 我们 对 而且我认真说我的日文基础真的是刚好是靠那一年级的就是日文选修 就是外语外语 因为我那时候的老师 哦这是个题外话 但是那时候老师他是就是日文系的老师 就是帮你把基础打超好的那种 嗯 对 所以我现在日文的基础真的是谢谢那个老师 真的 哎 真的让我真的有点后悔 因为我们学校是英日语选修 可是 可是你进去的时候 他会先把你的必修填英文 啊 就是你好像要自己去瞧 不然的话就是你被当掉重修可以选日文这样子 因为当时就也不太懂嘛 想说英文应该也不至于多难吧 就是不知道哪来的字星 明明一辈子都很烂英文那个时候 但他想说没关系啊 就修一下 然后就 就这样 就 我依上就是没有过 那这个没过是毫无悬念的 就是我有去上课 然后我考试考不过 因为他是很 很典型的那种台湾的英语考卷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大家想象中可能会有这个画面 之类的 对就是那种那种考卷 我真的很不擅长那种考卷 然后 我必须要描述一下 就是当时的英文老师 我不是很喜欢他 但是他又不像我们高中的数学老师这么的夸张 那不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 首先他的口音 他的口音是日式英文 日式英文 日式对 不断成日式英文 没错我没有说错 他日文也不错 然后他的英文是日式英文 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 天哪 他怎么不是教日文 对他为什么来教英文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他口音是这样之后 就是大家其实上学期就已经颇有为辞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我们另外有一堂叫音听课 一定是外籍老师上的 然后我的那个音听课安排是南非的老师 就是反正怎么样都比日式英文好 直接这样讲 所以就很痛苦 然后很痛苦之外呢 他又是完全那种知识性的就是 他在今天课本起来 然后念哪里到哪里 然后就是那种 你上国中高中英文课那个样子 完全不符合你对大学的期望 所以那个时候上的 真的蛮痛苦的 然后我老实说 大家有过一半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 可能多数人比较懂我掌握那种考试形式 就是很知识的那个形式 然后不是很办法 然后就被盪了 一学期之后呢 那个日文老师就盪了我的英文 他那个日文老师 我就OK 下学期 还是同样的日文老师叫英文 我就接受了好不好 我就接受了 然后我现在起来想说不行 我才刚进大学 就是就被盪一门课了 我还是应该要努力一下 就是让自己顶多被盪一门课 就是二上再重说英文就好了好不好 我就尝试要努力一下 那结果呢 我一下还是被盪 但是这一次被盪的理由呢 就不一样了 然后这一次的理由是 我其实没有考税过头了 我没有去考试 这完全就是你的错 完全 完全就是我的错 这不是老师的错 这是你的错 对这真的不是他的错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错 是我的错 虽然我不觉得我去了就可以考过 但至少我应该要去考这样子 对 真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超清楚 因为那时候英文课都是早上八点 好像是高一 对超早 好像是 不是高一 大医生的 国文课跟英文课都很容易被排在早八 然后他当时就是那个 不怎么样的时间点 结果那个时候就是 大概可能第一节课刚结束吧 就有人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 朦胧的醒来 接了电话 我朋友我就却味的跟我讲说 诶考完英文了 你在哪里 我们去吃早餐啊 然后我就 You say what 然后我朋友一开始还没反应过 他就说 你不是很早交卷的时候 我找不到你吗 我说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朋友 不是的 我不是很早交卷 不是 你是不是还在家里睡觉 对 我只是没有去考 然后我也忘了 我后来没有去吃那个早餐 但对 我就因为这样被当了 期末考比重 我记得应该都有个可能 30%或25% 就真的很重 就是你要期末考不 不去考 然后不被当掉 应该是你前面全部都要满分 差不多 就是你要上课出勤满分 然后可能跟老师的互动满分 其中考也95分 A上 A上这样子 才有资格 期末考不去考 我觉得啦 我觉得要这样 但反正 但你刚刚用了一个很 很中西合并的 就是算分方法 A上是什么 我不知道 A加或加上 不是你知道我刚脑中出现的就是 因为我大学的教授每一个人的评分标准都是有中有西 所以我就一瞬间那个老师是A加 那个老师是几分 然后那个是 等一下那个就A上 我刚刚瞬间脑中 我刚刚想一下小时候 在乱表 A上是什么 我刚刚想一下小时候在乱表 包下 我的脑中乱表 还好我不想那个95A上 超级全部合在一起 很好 好啦A加 大家要拿到A加 还可以不去考期末考 没有啊 大家还是要去考 拿到A加还是要去考 以防万一 收拾 然后我记得超清楚 就是我一年级整个一学年的英文都被当掉 然后我暑假的时候还回高中 然后回高中母校就看到了我高二高三的英文老师 然后我就直接走过去 嘿老师 我英文被当了一整年 然后那个老师就很冷静很淡定的看着我 你们学校可以修日文不是吗 不要修英文了啦 直接说 我觉得你就不要修英文了啦 我就不可以这样子啊 老师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没有信心啊 他就说不不不 我觉得你还是要放弃去修日文 我就说不行啊 好啦 在这个立场上我会赞成你的老师的说法 其实那时候我有稍微动摇 稍微 好啦 这个英文老师之前在某一集好像有提到 就是以前好像讲过我们高中有英语话剧比赛 他就是那个无视我的意愿 然后就是询问大家一件事 然后我们就让他班 我们就让他班去演戏哦 班说他不要 但大家觉得要 然后还有班演戏哦的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他蛮好笑的 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 我有回去 我忘记干嘛 好像田志愿回学校吧 也刚好遇到这个英文老师 然后我就很雀跃的跟他讲说 嘿放榜了 你知道我英文多少分吗 四十几 然后他就他也超淡定 他就看着我 哎呀进步咯 你平常莫尼克好像只有二三十 我就好像是呢 我进步了哟 老师完全就是一个 OK就这样 班就这样 四十是个很好的分数 超淡定的 好啦反正 在这样子的氛围下呢 我最后 没有选日文 我还是重修英文 你看你好有毅力哦 有时我就会 换边 我不知道啊 因为那时候我对日文就没什么兴趣 就是还秉持着 英文好像应该要学好的这种微小的希望 然后去重修英文 但是我得说 重修英文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蛮值得的 因为我后来重修 我是 我有上网查 就是我们会有那种什么学校版面 会有大家推荐哪个英文老师 就是上课风格或什么 对对就那种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 大家说他很美式啊 然后很注重生活口语等等的那种老师 我超满意 因为他后来他几乎没有鄙视 就算有也不是那种制式考卷 比较可能开放性的描述啊 陈述啊 可能你的文法不是那么好 但是他感受到你很努力的在回答他 就会有点分数那种 然后加上他的 你努力的分数 对对对 就是你在努力 他想要鼓励你使用英文 这个部分是感觉到的 那另外的就是他的分数比分 可能有一半都是放在口语报告 跟上课的英语应答 然后因为 因为这部分 比较是我的强项 所以后来就是 我重修文那一整年 分数都很好 甚至老师还问说 为什么我会重修啊 然后我就 可能是因为我是给日文老师教的 可能要去日文系问问看 为什么我英文会重修吧 就这个心情 但至少就是上完那个英文课 没有让我对英语再有更糟的记忆 就是算是一个 扳回一点对英语的信心 跟好感度这样子 好啦那就 讲完重修英语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讲了另外一个大学被当的课 这个课我得说 我很认真 我真的很认真 老师也很认真 但我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做 这真的是我认真也做不到的课 他就是城市设计 就后来到大 我忘了我是大二还大三 申请双组修的 因为我好像英语被当导致分数 可能不一定有够去申请双组修 我有可能是大三才申请的 但反正我就大三申请之后呢 后来就看一看 OK他的课程 除了城市设计我不懂 完全不懂他在干嘛之外 其他课应该都还可以理解 就是我念的是资讯传播 他还有一些管理学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学术的东西 我就想说 好啦就城市设计 感觉是一个未来 似乎是需要理解的领域 似乎是有前途的一个职业 感觉是不是要试试看 我就以这样的心态 去上了城市设计课 而且这个科系 他双组修必要的城市设计课 不止一门课 他一门课三学分 大概有三四门吧 真的假的这么多 可是因为你是双组修 你不是腹系 对对我是双组修 所以就真的蛮多 腹系可能会减半吧我觉得 然后反正我当时就上了第一堂 那第一堂我得说 我第一整个学期 我都很认真还抄笔记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听起来好悲惨 我真的很认真哦 但我也就只是很认真 也没有更多的东西 而且我现在回想 我觉得城市设计当时学不好 还有一大原因是 我的英文不好 因为他有太多东西是 就是你真的 对你就是key错一个字 那个单字就不对 那个代码不对 对对真的不一样 然后你知道他整串下来 你还要找是哪个错误 他不会告诉你是哪个错误 所以你又不知道你是哪个单字错误 他可能20个单字排在一起 然后就ok英文课来了 英文课啦 那种感觉 地狱活动 对他不只是逻辑问题 所以就非常地狱 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学期 就被down了之后呢 就是其实后来 因为我在那个系上 我后来我在那个系上打工 所以我蛮常遇到那个系的教授 我就有遇到那个城市设计的教授 他就特地就是拦住我 跟我说就是 他看到我被down了 我就说 对不起 我只能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只觉得我很对不起他 因为他很认真 他上课真的很认真 然后他就 他也没有要怪我 他就说 他知道我是外戏神 因为那个科系 不太有人双足修 那个不太有人意思是 我双足修的期间 没有遇到任何人双足修 就是这种不太有人 真的没有人 对是完全没有人 就是可能会有一两个服系 但是没有人申请双足修 所以他就说 他后来有去看我的成绩之后 觉得说 我可以以后 因为陈生计几乎都是他上 那个系上的 就是以后这堂课 都先跟他讲一下 跟他讲一下 就是告知他 提醒他 我是双足修 可以放过我吗 的这件事情 他说只要我提醒他 他就会记得 然后就是我上课认真做笔记啊 然后考试的时候 尽量尽量的写 让他知道我很有诚意 他就会尽量的让我过 对他也会尽量的让我过 那我得说真的很感谢他 就这么温柔的对待我 因为其实那门课 在他们自己系上 本来也是就是大刀的课 他原则上 对他就很恐怖 他原则上每一学期 都要当掉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 真的很多 所以他们那行课 重修的几率超高的 就是我去重修 他们也不会觉得很惊讶 他们就说 不意外啊 反正我们有一半的人 都在这啊 神经的同学们 再次是同学了呢 对对对 就是OK 大家又见面了 不然就是要数期见面 又要数修 这样子 我是没有数修到 我后来是用 就是普通的上课时间 去把它修完 但后来真的真的就是 给老师看到诚意 然后从那以后的每一堂 城市设计课 他都让我六十分过 但我不确定要不要高兴 因为六十分过代表着 我真的很烂 就是我没有高于六十分 他真的是让我过的 所以我后来就 修完之间我就很赌定 这条路不是我能走下去的路 非常非常肯定 这条路就风起来吧 没关系 我们条条道通罗马 那条是不通的 就让他塞住吧 如果你刚刚讲到数修啊 嗯 虽然我没有这个经验 但是我大学室友有 嗯 数修有没有经验 有什么特别的 高快吧 还是什么 他是会计系的 然后反正就是 他后来 正是他很惨 是他已经在大四的时候修了 反正就是修一个大三 就要修过 你还好吗 我以为我还要静音欸 sorry 抱歉 没事没事 反正就是我那个室友 他就是 呃大三的课被当掉 所以他大四很努力的重修 他重修到 后来去数修 就是已经大四 我们已经毕业了哦 就是我们已经毕业 就是讲 就那个时间点来说 我们是大四毕业的那一年 他那个暑假 去数修 重点是 还是没过 所以他那堂课等于要上三次吗 对他上了三次 三次还是四次 反正就是他后来就是 对他后来就是到 呃应该说算大五 那一年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另一个室友他中间休学了一年 去日本算是留学了一年 然后回来 所以他就是 他们又继续一起租 然后他就很容易在那边修他的那个高块 我要知高块的哪一个 所以他真的就只剩那一堂课而已 对就剩那堂课 那他其他时间应该有去实习之类吧 不然 不然也没什么事情 因为他那时候在家里上班 怕我记得 对他家是那个 就是他家有开公公公司工厂 忘记哪一个 嗯就刚好可以 他可以去做 对可以陪着那个时间 但是真的是很低于 可是我所知道你那个室友 他不是那种 就是乖乖的学生吗 他很努力 对他很努力 对我的意思就是 那种形象的学生 通常老师会放水 可是好像会计系 就是 没有什么 一样就是那种 就是就像你这堂课 那个就是 荡包的那种 对 就已经不是乖不乖的问题了 他不是会去跟老师 就是塞奶的那种学生 不是他不是 好那我理解 对就是 嗯对 低于波动 好我在这里提醒各位 我还记得那时候隔一年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所以你终于毕业了吗 对我终于毕业了 天哪 恭喜 好啦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下 就是各位听众 如果你还有机会 就是你是可能 国中高中或大学生的话 跟老师打好关系 真的很重要 哈哈哈 因为坦白说 我觉得就是你 当然你自己要认真念 就是你有那个诚意到 但你真的做不到的话 老师不会完全感觉不到 如果他认识你的话 他知道你在努力的话 其实真的是有差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比较适用在大学 就是高中成绩还是比较明显 我说国高中只是因为他们还没升大学 所以他们还有机会 这个部分 因为我高中就 蛮多个老师有特别提说 如果你有特别需要 比如说 比如啦 你要申请可能长春肯明昭的话 他们会规定你的在校成绩 每一门都要至少有A以上 你不可以有任何一门低于A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你就必须从大一开始努力嘛 可是不一定每个老师都会有这么宽松的标准 有的老师可能这般最高分支给A 那你可能第二名就比加了 怎么办 你必须自己去跟他讲 所以他就说 有蛮多老师就是说 如果在我心中你的标准没有到A 可是你要A的话 我们可以另外用别的方法 比如说你要比别人多交 可能两三个报告啊 来弥补这个分数之类的 或者是像刚刚讲的 如果你被当了 被当第二次了 然后你又发现自己真的考不过 或许可以问问看老师 就是说你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你没有那个天分 你得承认 是不是有其他弥补方式 可以去把这个分数补成60分 就只求60分就好了 就是有这样有机会啊 真的有这样有机会 不然真的会念到大流去 大流很久 慢慢的就会念成医学院 我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让自己有这种情况发生 不过我觉得我的戏要发生这种事情 应该也蛮难的吧 到底是怎样 你的戏 我不知道 可是你们都是深论题 就是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的话 老师也一分都没办法给他吧 但应该是说 我觉得这就跟你 你程式设计是你真的很努力 但是你真的不行 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理解 可是就是历史系 讲直接言其实是有备有分的机会 就是你有看过资料 你一定写得出了什么东西 这种我就会觉得 这种就是大好关系好像也没什么用 我觉得啦 你知道我想到我大学还有一门课 应该算我数一数二 没有很高分过 因为其实我大学本科 我自己念的挺好的 因为我很喜欢 我也蛮认真的 但其中游文课我印象很深 他叫劝说沟通 劝服沟通 他是英文翻中文 所以有点怪这个名字 然后他整堂课最大的难度不是 不是这个学科本身 是他使用游文书 而且老师坚持他的考卷是英语考卷 英语做大 然后他那个英语 对他是 就是学术用英语 然后老师他直接说 就是英语魔语者来考这个考试 80分就已经是极限的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能考到80分以上 可以移民了 不用担心 可以直接移民了 我其实很不喜欢这种 就是很硬刁难的那种 对我也觉得很刁难人 但是他 就是他不会 就是大家分数都会很低 可是不会特别因为低分 当更多人 只是我不确定他这个 可能他的目的是因为 那个学科本身就是英语起家 他觉得大家应该要很懂 英语在这个领域上面 可能是因为这样 就是你要直接用英文在学这个科 就是你不是用翻译的东西 不是在用翻译 可能会不准确之类的 他可能是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可能深论什么也是 大家要就是符合这个语境 跟他原本该有的样子去回答 但我英语真的很烂啊 我可以努力的翻译我的原文书 但是我翻译出来的东西 我没办法再把范围英文啊 这样子 真的 这倒是真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很努力 但是我拿到考卷的时候 我还是 好的 我要提醒自己 英语模语者也考不好的 我可以得这样子 我记得我好像也有 过这种考试 对 就是写英文的 历史系也有英文吗 我真的抽地狱了 我以为历史系都是中文 没有他那场课叫什么 汉学英文哦 汉学英文 就是他是 我记得好像是把 就是那种类似 中国的古典书籍翻成英文 来上课 那他就这样子翻回来 没有就是变成我们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要写英文 哦 对 OK 地狱活动 是必修 是必修 好像没有 因为我有点忘记 他是不是必修 还是他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 三选一 然后多集选 集选几个 但是重点是 我们在的那几年 只开了这场课 变相并修 变相并修 好 至少你过了 你过了 你没有从修的记忆 真的 哦 让我讲个题外话 就是我刚刚那场课 就是印象深刻的除了 考试很低于之外 还有另外一点 据说我大学时间 我们考试通常都是 依照学号牌 就是你旁边坐谁 基本是固定的 然后通常我旁边都是一个 很不喜欢我们这个科系的 的一个就是孩子 然后我平常都会忍很好的 就是跟他讲说 我考试会放在很靠近桌子 跟走到那边 你可以 你知道吗 你可以啊 你知道的 然后你知道他很不喜欢 很不喜欢这个学科 但是他的英文超好的 所以在考试他就忍很好的 把考试贴在他的桌子边 然后就 我可以报答你了 快点看我 然后我就 谢谢 我不想依赖你 但是好像只能这样子了 我真的不确定 你会看懂 对 但是我不确定 他看懂题目 知不知道正确答案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两个正确 蛮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可能吧 可能吧 但是对 这个可爱的小插曲 但好了 反正最后那门课 我跟这个家伙都没有被当 所以可能是有用的 好啦 我们今天分享了 还蛮多 重修的故事 重修的悲伤的故事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还是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这么花钱的活动 毕竟不是重修都可以遇到 不错的好老师 还是有可能 在重修英语的时候 遇到另外一个日文老师 就是如果这么衰的话 你会觉得那个钱花得更不值得 所以能避免 还是尽量避免 喜欢就去旁听 去申请辅系好不好 可以的话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用申请辅系 对不起 我要题外话一下 为什么 就是一般 你们学校辅系要多交钱吗 我们不用 我们只要成绩过就可以 我们学校辅系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来 但是辅语言相关的记录都要多交钱 而且你要晚上 你只能晚上上课 所以你就算上夜间部的概念吗 对 就是等于说晚上的课 是特别开给辅系的人上的 那除了多交 除了多交钱之外 他有其他门槛规定吗 门槛我好像还要抽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服什么日文系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原本也是这样想 那时候没有成绩或是面试吗 好像没有 我不知道 但因为我后来知道要额外交钱之后 我就没有再去钻研这一块了 因为我觉得不 就觉得说我已经花了这么多大学学费了 居然连我现在要多上个日文课 我都要继续花大学学费 开什么玩笑 我不要 可以理解 但我每年都有上各种日文课 我们学校有些什么观光日文 一些什么有什么的 如果你要服系的话 这样等于你是要教 完全两份学费吗 应该是看你服系学分多少 用学分费算 哦 用学分 哦 原来如此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没有意义啊 对我来说了 我知道蛮多学校 蛮多学校都会另外收钱的 就是 可是我觉得我们学校不收钱 第一是我们学校是 应该是台湾最贵的学校吧 对 然后第二是我们要申请福系双主修的门槛 好像不是那么好过的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当学年全部都在90分以上 然后可能还要面试 然后你提交的申请表还要有 就是选读理念什么的 就是你要写一个小报告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容易申请过 然后加上如果你申请的是更热门的科系 在我们学校比如说英语系广播电影系等等的 那你的就会更难 它可能会申请95分以上之类的 那如果你申请的是我申请的那个系呢 就没有人要申请了 你没有对手 我那时候申请是一大原因 不好意思 你先继续 我那时候申请一大原因就是 我们学校不用多缴钱 就是我觉得我学费那么贵了 我还不多上一点东西的话 不是超浪费的吗 所以后来就还是决定申请 好 那讲什么 因为就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是知道要缴钱 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学费没有比较便宜啊 比你们便宜一点是真的啦 但也没有贫要哪里去 我懂 对啊 我懂 就觉得 而且应该说其实我认真说啦 如果只是缴学分费 我可能那时候就算了 但重点是还要晚上上课 就我还不能跟日文系的人一起上课 是因为太多人想上 应该是 就是基本上日文系的课 你外系是不能选的 完全不行 就是我能修的都是只有就是 本来就开给外系的日文课 真的很尴尬啊 因为这样你也不会认识到不同系的人 虽然我也没有去认识他们 但感觉的确是烧点什么东西 其实那时候辅系就是想要辅系就是有一部分 那我搞不好就可以就是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结果什么都没有 我就没有去了 你真的很痛苦 每个学校不一样 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学校是不是也是 如果要辅系双主修一定要开到晚上 我们学校就完全没有 我唯一上过晚上的课是因为 我希望可以在某个学期把我的双主修修完 就是完整塞完 可是那时候如果我单纯跟着我的双主修的科系 跟我本科系一起上的话 我一定会必须再延避一学期 所以我就直接下去办公室问 我就先去双主修办公室问 想说他有没有办法帮我调课 不行我就去调我主修的课 我就调到隔壁班一起上 然后双主修的系就很好了 跟我说那这样子好了 因为我那时候学分可能一学期25学分满 我刚好24学分之类的 他就说那我把你两学分的课换成三学分 然后去上夜间部 这样子怎么样 我就说可以算我那双主修学分就可以 他就说那你就去跟夜间部上了 我就OK 然后夜间部轻松多了 课程难度减很多 真的减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原来还是会有差别的 我那一时候原来真的有差别 而且同学的氛围也差很多 就是感觉出来 80%的人只是想要学位 没有在念书的那种感觉 我就OK 好啦我也是为了这三学分 就这样子吧 微妙的感觉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有关于你们重修或者是双主修服系有什么制度啊 跟我们讲的不一样 也让我们见识一下不同的学校有什么不同的风气 不同的感觉 那今天的故事 艺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我只有一次重修的经验而已 你好棒 拍手 好了那就 在这么棒的艺学之下 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录影了 我们打个戏 我是白安 打个戏 重点 拜拜 拜拜 拜拜